在陕北插队的七年 给我留下的东西几乎 它是带有一种神秘也很神圣的感觉 我们在后来的没有一种挑战一种考验 或者要去做一个新的工作的时候 我们脑海里翻腾的都是陕北 高原上耕牛的父老兄弟的信天宇 下雨瓜风我是在窑洞里跟他们打草 晚上跟着看牲口 然后跟着他们去放羊 什么活都干 一段经历往往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出生于革命家庭的习近平15岁的时候去陕北农村插队 也正是那一段经历给了他一种力量 一种勇气和一种生活信念 在冬天打扮的时候洗净天的时候也就二话不说 反正不对广正教练都下去属 也不考虑了什么后遗病不后遗病 我在包子上开到四川路途拜着气 他自会到绵阳学习 回来以后的拜承了 了解是拜承的 晒死第一口着气 第一口吃的是颇费功夫 就是一直看到这个着气 吃的两边的那个水位在涨 但是就不见气出 最后这个一突开啊 就见了我满脸喷粪的 满脸是粪 但是呢 这个气就呼呼都在冒 我们马上就是那个接气管子那后 我们这个沼气灶上 就冒出一尺高的火焰 那个已经憋着呀 我看那个再憋着 那个池子要炸了 就在那个时候 我们这个沼气池是通开 另外的沼气池 可能相隔了一两天也能建成 但是我们还是第一 大家去推荐他 采建了这个延改第一次 上山下山 进去奉祀代表大会 在这个会上呢 给他降了一个三轮摩托车 如果是他要刺激 把这个摩托车用的话 就去旁边来 但是呢他没这样做 他觉得说这个摩托车 这个从商用客不使用 就到龙建公司去的话 就换一个手符托车去 带了一个摩托车 还带了这个粉碎子 所以一次来他就换了这三个样子 到后来他打到鼠子以后 那个我一家一块吃饭去吧 我这个家吃饭去吃了 吃到家去一家 因为这个粉碎子 不是你前两天都说到他 前五年实际上 靠到前五年实际上 他就第一次动作 就买了托车来打出 哎 前五年实际上 所以我给你好说 我用托车坡给你做 送给你自己一个字面 这个托车坡的事情是 送给了一个托车坡的事情 妈妈的青丝 青丝做的这个托车坡 给了他做 我就修三个词嘛 一样就三个词 啊 那你才苦词 做的那车是 上车是几百岁 想起了多少个月 有多少个岁 有多少个岁 人都在外来 都在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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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来 都在外来 在外来说法 但是 就得那么轻轻 凉 两个岁被烙烙烙烙烙 都流了来 啊 和和 和呼吸就在里面 这个厨烙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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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烙 走上革命道路的 我自己也去当了七年的农民 我觉得在我一生中 对我帮助最大的是两种人 一种就是革命老前辈 一种就是我山北老乡 这种历练对你今天有什么影响 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 看到了人民群众的根本 真正理解了老百姓 了解了社会 这个是最根本的 很多实事求是的想法 都是从那个时候生根发芽的 以至于到现在 每时每刻影响着我